HELLO 大家好 我是Supon Katie 相信大家都可能因為疫情的緣故 可能大家存在一些不安感 很怕感染、很怕病、很怕入醫院 所以為了支持大家去抗疫的話 我今天就想分享一下一些方法 去幫大家去增強大家的免疫力 歡迎大家來到 Bye Bye濕疹Channel 這個Channel主要關於各種濕疹資訊 等你去控制濕疹 而不是由濕疹去控制你 如果你需要相關的資訊 記得去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去按一下小鈴鐺 最新的更新你就會收到通知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濕疹KATI 為什麼突然想拍這條影片 就是我感受到大家都好像很不安 覺得很擔心的情況 所以我想分享一些簡單的方法 去增強大家的免疫力 對抗這個病毒 那這個影片的資料 我會怎樣來的呢 其實就是大概在去年 其實我看了一本書 那本書就叫做 Immunity Fixed 應該暫時我還未見到中文的譯本 但是相關的書的資料 其實我就放在下面了 那本書就是由美國科學家寫的一本書 那我覺得它裡面說的東西 我自己都覺得挺同意的 因為可能我也有分享過 其實我一直都有看很多 關於健康和營養的書 加上自己的實踐 那本書其實我覺得都可以綜合到 很多不同的理論 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它的方法 其實都是一個容易做到 相信都是有一定幫助的 那希望大家可以用這些簡單的方法 去提升大家的免疫力 大家對抗我們的疫症 那跟開我的讀者 其實都是十分之了解我 其實我自己都一向很主張 就是透過改變你的飲食習慣 和你的生活習慣 去改變你的身體狀況 那之前其實我也有介紹過一本書 就叫做 食物是最好的醫藥 那裡面就其實說到 很多時候我們的疾病 都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 和飲食習慣 不當而引申的 那只要我們去做一個 適合的飲食和生活習慣的話 其實我們的身體 是會慢慢的好起來的 那當然就是因為 如果用食物和生活習慣 這些改變的話 其實真的需要時間 所以大家記住 現在看完這段影片 就開始去實行了 就是不會說 今天我馬上做完 明天就馬上很健康 其實是不會的 所以就需要大家 持之而行去進行 一點一滴 去累積一個健康的習慣 第一個有用的方法 其實就是透過食物 相信大家都很了解我 是不斷都很主張 大家是用食物 去改善你的濕疹情況 其實食物 除了能夠改善你的濕疹情況之外 其實它也是可以透過食物 去增強大家的免疫力 因為濕疹其實也是一個免疫的疾病 如果大家是有濕疹的狀態的話 其實都已經反映出你的免疫系統 是有一個失控的情況 其實就是一個不能夠自己調節的狀態 其實也反映著自己的身體健康 最好最好去調節你的免疫力 其實就是去透過你的食物去改變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都市人因為繁忙 平時吃的東西 或者在外面普通餐廳買回來的東西吃 其實都是吹向於不是太過理想的 那什麼叫做一個理想的食物呢 其實飲食上比較理想的 就是一個豐富 裡面有豐富營養維他命的東西 形象化一點點就是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那個食物的顏色 去判斷這個食物是不是豐富營養的 不同的食物裡面 它含有的營養成份都不一樣的 怎樣才能夠確保自己能夠吸收不同的養份呢 其實就是要去擴闊你們大家飲食的範圍 如果大家平時吃某幾款菜 其實就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多吃其他種類的蔬菜呢 就可以保證到自己吸收到不同的蔬菜裡面的有用成份 假設大家可能去普通茶餐廳吃個午餐 又是去一些快餐店吃個晚餐 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些食物 就是一大堆飯 和一些肉類 都是一些少得很可憐的菜 幸運一點的話 可能會有四五條的蔬菜給你 如果不幸運的話 可能會有一兩塊的椰菜 大家可以試想像一下 其實大家平時吃的飲食 平時都是以飯、肉為主 蔬菜其實都是那一兩條的話 如果每天都重複這個動作的話 那你又可以怎樣去吸收多元化的營養 去改善自己的健康呢 以及去增強自己的免疫力呢 所以如果大家平時都是習慣吃快餐 或者一些即食食物 那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多吃一些生果和蔬菜 把自己蔬果的份量提升 如果在選擇的種類上面 其實我的建議是可以多些攝取一些 含高抗氧化能力的食物 包括可能喝檸檬水 吃一下士多啤梨 吃一下莓類的食物 洋蔥、薑、蒜等等 這些食物其實都是一個很高抗氧化 和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抗氧化效果 那持之以恆去改變你的飲食習慣 其實你的免疫能力 就會在不知不覺間提升起你的 那第二件事就是 除了大家去改變你的飲食習慣之外 其實大家可以去曬多些太陽 平時我們都試習慣 可能很多時候都留在室內 加上現在又限聚令 又或者是一些防疫政策 大家可能多了留在家裡 少了出街 加上現在是一個冬天 即使出街大家可能會穿一些長袖衣 還有外套、長褲等等 其實比外出街 而且外出街比較多衣服的話 會令我們吸收少了維他命D 維他命D除了幫助鈣吸收等等 其實它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去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因為維他命D 它對免疫的平衡 和一個抗發炎 其實都是保持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因為種種的原因 是一些生活習慣 多了躲在家裡 還有大家出街的時候 可能因為不想曬黑 就會塗防曬 阻礙著我們的陽光 這些小習慣 其實會令我們吸收少了維他命D 所以如果大家出街的時候 我會鼓勵大家盡可能多些出去戶外 然後盡量令皮膚不要塗防曬 的情況之下 輕輕地曬一曬 當然不是叫大家去曬曬 但是可能是一些早上太陽比較溫和的時間 去曬一曬自己 吸收一下維他命 還有如果有濕疹問題的朋友 都可以去曬一曬你的濕疹 因為可以順便它的紫外光 是可以幫你的濕疹上面的細菌 去曬一曬菌 這個曬太陽的方法 其實真的又便宜 又不用錢 還有又安全 所以大家順便加回這個小習慣 去這個時間表 其實就可以幫大家去提升大家的免疫力 第三個提示 大家沒有聽過就是 如果你有輕微的發燒 盡量不要吃退燒藥 大家沒有想過其實是為什麼 其實人體的一個體溫 就是大概在36度至37度左右 如果大家受到病毒的細菌感染的時候 身體的體溫其實就會發燒 但是大家不要覺得發燒是不好的 反過來發燒其實是一個好的 因為一個微熱的體溫 就會製造一個細菌病毒 都不太喜歡的環境 所以其實一個小小高的溫度 幫助你的身體去對抗這些病毒的感染和入侵 都是因為我們都市人的生活習慣 特別是女士 它會有什麼手腳冰冷 子宮寒冷的一些問題 現在雖然其實叫冬天 但是我覺得都挺熱的 但是你都很容易看到有人在穿大衣 這些體溫偏低的溫度 其實就會更加容易令細菌去感染你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怕熱的 但他們就不是太怕冷的 所以如果要保持一個良好的免疫力的話 輕輕去把自己的體溫提升 其實也是一個增強大家的免疫力的方法 有很多方法都可以令到大家的體溫提升 最普通的就是做運動 做瑜伽 進一步你可以做一個浸一個熱水肉 或者去焗一焗桑拿 平時那麼多熱水 暖水 吃多些暖的東西 熱的東西 這些動作都是可以幫助我們的體溫 保持一個偏高的狀態 去幫我們對抗細菌和病毒 最後最後最重要的就是要去有足夠的休息 足夠的休息其實是可以令到你的滅血系統醒目一點 然後也會令到他們做事做得快一點 大家有沒有聽過其實你要睡覺就有褪黑激素 對 就是褪黑激素 褪黑激素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作用 就是去增強免疫系統的反應 所以為什麼大家病的時候要去休息 就是去休息的時候 就是令到抗細菌素能夠生產多一點 然後就令到你的免疫系統快一點 所以免疫系統的反應 絕對是可以透過你休息而得回來 所以大家如果想產生多些抗細菌素 以及想令到你的免疫系統醒目一點的話 大家記得多點休息 早點休息 還有休息的時候 儘量令到你自己房間的燈光 儘量是暗了 還有不要再看電話 那樣東西 因為你的電話的光線 其實都會影響褪黑激素的分泌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就是一些簡單改善飲食和生活習慣 去幫助 協助大家 提升大家的免疫力 當然除了這些方法之外 其實其他的防疫措施都要去做 包括戴口罩 儘量少去一些多人的地方 儘量用抗細菌等等 這些防疫政策 其實大家都是要繼續做的 千萬不要殉考 大家一起齊心防疫 我相信熬多一段時間 就可以有曙光了 好 大家繼續加油努力 希望下次再見 拜拜